你 顾眼诚 顾眼诚 你醒醒 顾眼诚 来了 你等我一下 来 慢点 喝点水 来 老爸 你没事吧 糟了 你看果然是个菊 汪总已经带人来了 那怎么办 快把它藏起来 小千女 你快换上她的衣服 我得想办法把它藏起来 快 我 我这身材 其实也还不差嘛 你们间进行室啊 我先去躲一下 这怎么有种藏尸的感觉 你干吗 你冷静一点 你还吃什么别的药了吗你 胡闹 先敢背叹我 给我出来 汪总 您这是 谁让你们闯进来的 陆延长 亏我这么相信你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 您这话什么意思 自己看 自己看 你说的是这个 我可是接到汪总的信息 来这谈一域园林的项目 结果胡小姐她一个人来了 她说你晚点到 然后就走了 怎么可能 今天明明是魏总约了我 胡梦走了 那她是谁 这 这怎么 您以为呢 我今天不仅被汪总放了鸽子 还被这样打扰 实在是 非常抱歉 顾总 今天是我太冲动 打扰了你们 明天我亲自到顾市 跟您谈一下这个 预言林的项目 好啊 随时恭候 替我谢谢卫视的礼物 合作愉快 魏昊东 这不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吧 你什么意思 二位请了 你们都把我的小宝贝吓到了 非常抱歉 胡总 非常抱歉 谁是你的小宝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 没事吧 你觉得呢 老板 那我把车停到车库以后就先回去了 你开我的车回去吧 谢谢老板 对了 你什么时候搬过来住 老板 我东西还没收拾呢 明天我再搬过来吧 对了 老板 男孩子在外面可千万要注意安全哦 千万不要吃陌生人给的食物 也千万不要喝陌生人给的水哦 拜拜 看来这苦肉鸡还真是有用啊 小心你带你搬进来桌了 说吧 好 我可以带你拿楼子 这次坐在那里 你坐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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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 你在家呀 我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你脚怎么了 你 算了 算了 不重要 刚好我有个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你看看这个条款 虽然呢 我答应作业的生活助理住进来一个月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约法三章的 比如说 你不能抢我的口粮 再比如说 你进我的房间之前要先敲门 以免造成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就你 能造成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我是担心自己给您这双只能发现美的眼睛 造成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以至于给您的心灵带来什么不必要的负担 有道理 继续 然后呢 是公私分明 毕竟我现在又当司机又当生活助理 我的工作严重饱和 所以你不能担用我的私人时间 因为我还要给会心和花店帮忙 不能因为我住在你这儿 你就耽误我的私人时间 可以啊 再然后呢 是人权平等 我只有工作的时间是你的员工 但是私下的时间我就是我 私人时间的私人是我 你不能从以老板的身份回来干涉我 我们的私人生活互不干涉 可以 再再然后就是 上次说的那个 三倍工资的事情 你可不能反悔 要不然就是欺诈劳动者 没问题 还有吗 应该是没有了 但是我还有追加补充条款的权利 都行 可以 老板 我已经录音了 这个可是证据 你不要反悔啊 好了 我先吃饭吃吧 等等 我也有我的约法三章 您说 在我家 我的东西不可以乱动 公共物品用完之后要放回原位 包括角度 角度 你有你的私人时间 但是我有事的时候 你必须随叫随到 工资可以领算 知道了 还有 在我家 不要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乱七八糟 这是罗斯本 妈